大家好,我是少年 这本来是一所充满着青春的校园 少女喜欢少年,青春的气息到处充斥 这让人羡慕的校园生活却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到处都是血的腥味,到处都是残破的肠镜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四个少女的日常故事 学圆,孤岛 少女胡逃脱着一位重伤的男同学往楼顶上走 老师做仓词也跟他上来 楼顶是原一部种植的蔬菜 教有值班的同学优理 同年级的学生邮寄也跟了过去 胡逃搜索底下的学生就像发了风一样 慈解往下看操场上的学生都变成了丧尸 最后来的手机短信 在里面的短视频也发现外面的世界被毁了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丧尸 这时天台的门响了 慈解联盟找来东西压住大门 胡逃带上来的学长开始丧尸化 最终扑向了胡逃 在胡逃被绊倒后 却无意碰到了铁丘 为了自爆他拿铁丘狠狠地砸上了学长 像麻木了一样 直到受到惊吓的悠记抱住了他才停下 世界像末日一样 仿佛只剩下他们四个人 看着外面的丧尸 他们于是在学校里住下 他们以自己所在的位置为中心 一点点的搜索并把自己活动的区域扩大 用作为挡住丧尸接近他们 但不幸的是 在一次搜索的过程 他们遇到大批的丧尸 慈解为了保护他们 以人之力将丧尸和自己挡在门外 慈解就这样牺牲了 悠记受死刺激 在他眼中 世界还是像往常一样 慈解也陪在他的身边 所以会经常看到他对身边的空气喊着 慈解说话 大家带着了大本营 在尤其看待这位之前的生活部而已 大家也渐渐地习惯了他这个问题 在生活一段时间 他们发现这个学校 非常的与众不同 不仅有太阳浓板 还有水进化装置 这就保证了他们用电用水的问题 像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这场灾难而损备的 关于食物 他们只有自己寻找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冒着危险 重复丧尸 去外面超市寻找 而在另一个大型商场内 也有一个这个学校的女生 幸存下来 她叫美济 是比优积他们第一届的学妹 靠着超市里的食物和水 生存了下来 在丧尸爆发那天 她和她的朋友龟 在逛商场 看到电视上的新闻播放 外面糟糕的情况 这次楼下也发生了混乱 开始不断地有人死亡 刚刚逗过小狗的主人 也不幸丧命 小狗的名字叫太狼丸 他们收养了他 美济拉着龟逃到一间储物间 躲过丧失的追赶 靠着丰富的食物和水 等待着救援 每天都用收音机收听 却始终没有搜到电台 但终究有一天 归觉得这样不是办法 于是不顾美济劝阻 自己独自去外面寻求救援 美济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 于是从太狼丸大哄 太狼丸被吓得躲到远远的 太狼丸算是美济 最后的依靠了 而恰好护桃他们的食物 也正好用完 于是就一起来到这个商场 因为是白天 所以丧失很少 很多丧失会保留生前的喜性 在学校丧失夜晚 大多数都会离开回家 而超市在白天 一般是很少人会来逛 一路上 他们就很轻松地来到商场 进行食物补济 太狼丸听见的声响跑了出来 那个时候没记并不知情 而因为护桃的一个失误 导致放出了一大批丧失 他们赶忙跑出了商场 后面太狼丸也跑了过来 游记暴击了他 在检查确认没有被感染后 执着认为超市里面肯定有人 在游记的眼中 丧失就是妖怪一样 他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沦陷的事件 而美姬在听到太狼丸 跳窗逃跑的声音后 就追了出来 归着离去 让太狼丸成为美姬最后的依靠 他发疯般地寻找太狼丸 最惨遭丧失的围攻 就在快要被杀死的时候 胡桃拿着铁锯冲了过来 救出了美姬 游记也见到有小学妹非常高兴 而且亲切地称她为小美 他们一起回到学校 游记一口一口地叫慈姐 美姬很疑惑慈姐到底是谁 游记也起了疑心 难道小美看不到慈姐吗 游记赶紧打圆场 说慈姐在超市徒步回家了 游记不相信就跑出去找慈姐 趁这个机会 游记他们把游记的情况告诉了美姬 美姬认为任期又发展不妥 但这个时期 忘掉这个残酷的现实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直抱有快乐向上的心 总比每天游记重重要好 所以大家一直认为 不要告诉他发生了这一切 而游记很快就跑到当初慈姐 牺牲了门前 抹着眼泪和无情的慈姐所说着 好像慈姐真的就在他身边一样 一段交流后 游记又成为当初快乐的小女孩 回到了房内 并提议要写信 因为护道他们这一切即将要毕业了 所以游记提议要写信来纪念一下 并规划未来自己的职业 但是真正提笔的时候 却不知道该怎么写 于是游记提议 让他们写一些积极向上的 在大家早信职的期间 美姬发现了一个写的慈姐名字的钥匙 于是将其交给了游记 活到他们又从学校其他部门 搬来的清气罐 用来给气球充情器 大家的信在这欢快的氛围下 都写出了自己很幸福 现在很快乐 未来也一片光芒这样之类的话 并把书信集在清气球上放飞 可能时间定格在氛围消失后的那一刻 他们又不得不去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晚上 美姬和优利也讨论学校的设施 太过齐全这个问题 而且 他们还发现这些丧失 像是有生前的记忆 白天学生丧失就会涌进校园 晚上就会减少一些 但这些他们都找不到答案 这时 他们想到了慈姐的钥匙 于是就到了慈姐的办公室去寻找 而游记因为做了噩梦 也跑了过来 他们三人一起寻找着 突然 游记发现了一个暗格 在暗格地打开后 找到了一个保险箱 游记打开一看 里面是学生的成绩表 和一张紧急避难指南 游记看到是成绩表后 便回去继续睡觉了 而游记他们找来了胡桃 一起商量 因为 他们从这里找到这场灾难 这国家研制了生化武器 导致了感染 紧急避难所 就在学校的地下室二层 那里 是胡桃他们没有设计的地方 他们想到了天亮 也没有想明白 第二天一早 游记抱着满身海藻的太郎丸 就心冲冲了过来 说是太郎丸 太调皮 跑到了天台的粗水池里 接见两三次 胡桃就起了疑心 只问游记 是不是自己想要玩水啊 于是就放愣了太郎丸 跳到了水里 游记心虚地承认了 看着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少女 一伙人都很羡慕 却又很惋惜 这时 游记站了起来 阻止大家去天台 把醋水池打扫一遍 并改造成游泳池 让大家好好的玩一次 美机最开始有些顾虑 最后也被说服了 最高兴地摸过于游记 大家玩到傍晚 就或许是这些时间以来 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吧 可到了晚上 太郎丸听到外面有声响 挣脱了缰绳跑了出去 穿过铁栅栏 跑到了地下二层 遇见了 已经变成丧失的磁解 结果太郎丸也被感染了 第二天醒来的游记 发现太郎丸不见了 于是大家开始分头行动 四处寻找 胡桃在铁栅栏 发现太郎丸的脚印 并顺着来到了地下二层 在那里见到太郎丸 此时已经被感染了太郎丸 向胡桃发起了攻击 胡桃不能心杀他 用铁球挡住 一共乒乓球的声音 引开了太郎丸 之后地下二层发出了声音 胡桃认为 是里面那个丧尸 让太郎丸变成了这个样 就拿着铁球冲了过去 想要报仇 却没想到 仍然正是磁解 胡桃下不去手 被磁解咬伤了 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大本英里 还讲述了所遇见的一切 很快 胡桃的丧失病毒开始蔓延 优利用手铐锁住了他 防止失控 美濟也仔细研究了 紧急避难手册 发现解药就在地下二层 于是让优利照顾胡桃 自己要去取药 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优吉在走廊上 看到外面下雨的场景 于是也打在脸上 让优吉抬头望了一眼天空 发现 玻璃碎了 在仔细盯着外面的雨天 所有的回忆都回来了 他寄急的慈姐已经不在了 也知道这个学校 已经丧失化了 于是同时 由于外面下雨 外面的学生丧失 都挤进了角尸 在走廊里 撞破了铁栅栏 惊动中的美濟也遇到了 惊慌地待在原地 不知所措 优利在屋里照顾胡桃 没有办法出来 在美濟即将被丧失抓住 然后带着他躲进了后面的角尸 而优利也赶忙插上了门栓 则使了优利一直在做斗争 因为在胡桃感染之前 为了一方万一就和优利约定 如果自己感染之后 就让优利无药犹豫 直接杀了他 但优利是无论如何 也下不去手的 恢复记忆的优吉一直护着美濟 他一点都不想有人再离开他的身边 而美濟的想到只要拿到解药 就可以将胡桃 还有太兰王救火之事 于是又重新背起行囊 告别了优吉 闯到了地下二层 在那里美濟见到了瓷戒 在表达静一番后 就毫不犹豫地杀了瓷戒 而在地下城的尽头 有一张书桌 上面是瓷戒的日记 丧失化的瓷戒 也坚持写着日记 很多丧失保持生前的习性 才让几个少女 从一开始活到了现在 上面的字体弯弯扭扭 但能让辨认出几个字活下去 美濟最后也选拟地拿到了解药 可是已经被丧失攻进来的教学大楼 因为丧失的破坏 电力系统中断 地下紧急备用电源启动 发出了声音引来的大批的丧失 美濟就这样被困在了地下 而还未完全接受残酷现实的悠戒 想到的瓷戒告诉他 无论发生什么事 等于微笑面对后 为了不辜负瓷戒的教导 悠戒鼓起勇气 在瓷戒的周恩下 跑到了广播室 可却被丧失堵住了门口 而失化的太狼丸正昏迹在这群丧失中 于是悠戒利用太狼丸生前 喜欢参与自己的习惯 让自己成为目标 然后替他冲出了一条路 然后又利用太狼丸最喜欢的头套 保住了太狼丸 随后游记播放广播吸引了丧失 告诉大家 已经放学了 可以回家了 在游记的肺腹之烟的感召下 丧失的习性还会消失的前提下 绝大部分丧失都纷纷离开学校 美濟也成功拿到了药 注入了胡桃和太狼丸的体内 第二天一早 胡桃顺利醒来 但因为太狼丸实话的时间太长 已经无法活下来 他们在世界的墓碑暗藏了太狼丸 由于电力系统的毁坏 缺小 已经无法长期的生活下去 他们又仔细研究了一下 紧急避难指南 发现地图上有一处 世界生前标记的一座避难所 于是他们就决定前往那里 在临走之前 他们举行了一次毕业仪式 随后 才算真正的离开了这里 这部动画已经被翻拍出了只能版 因为当初丧失题材的火爆 加上这部作品起初 被人当成了少女卖萌系列 结果却是残酷的摸的系列 因此大受好评 为了吸尽 真能版也就立马为谁制作 在萌和丧失之间的切换 反而让人感到了更深的治愈 他没有其他丧失片中 太多的打打杀杀 即便在努力爆表的胡桃 也没有组织光环 看完《学圆孤岛》 我第一个想到的类似动画 就是《魔法小圆》 但是对于这部作品却又略有不足 本身自己的剧情框架就很不错 却因为整部剧 实在过多纠结在反叉萌的身上 这也是平分被拉低的重要原因 本来自己死后哭一场 不到受伤也得哭 哭完有几还得哭一窝狗 称他为催泪神座 也不为过 但是剧情的争议实在太大了 所以即便大受好评 可也很难逢神 我是少年 因为明天又可爱了 九星年男孩 如果很喜欢我的解说 请得有关注 你们的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让时间允许一下 及格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